天池,位于南恒公路130公里附近 是西段梅山口到雅口间著名的高山湖泊地景 八八风灾前天池站也是南恒东西段客运搬车交汇处 海拔约2280公尺 天池的池水中年不甘 由于湖的形状如心臟故又称为心湖 也有高山之心的称呼 但是莫拉克之后因梅山口到向阳受灾严重而关闭 一直到2020年1月13日才又复通 但是今年8月7号 明霸克路桥断桥以后也随即关闭 一直到今年12月1号才又再度开放 那我们这个南恒梅山口至天池这个路段 那因为之前在几世的一个豪雨跟0807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后续公路段这里是先做一个短暂的一个管制 然后就暂时对外开放 那在地方的一个期待之下 那还有加上说我们整个的一个变道路况 我们也把它恢复到一定的不够安全的一个程度啦 那我们也在12月1号就将我们梅山口至天池这个路段 做一个恢复开放 那开放的时间一样是从我们早上的一个8点到下午的一个1点 那3点前就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 那开放的第一天12月1号 那车辆数经我们统计大概89辆 那昨天是礼拜四 二四的部分 还是维持以往的一个管制措施 我们这一段这两个时间 礼拜二四我们是对外开放的 是提供给我们的工程车辆 跟我们的一个环境路容的一个整理 所以礼拜四昨天也没有开放 那今天喔 截至统计到目前为止 今天的一个车辆数是79辆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车辆数其实还好啦 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变道刚恢复而已 所以我们来这边游玩的旅客 目前现在数量也还不多 那后续工程段这边也会再持续的一个持续观察 那可能后面的一个梅花啦 礼花啦 甚至樱花也会陆续的一个展开 那可能后面的一个游客数 也会再慢慢的一个增加